大家好,我是Jerold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念研究所真的有比較好嗎? 咪咪咪咪,兔兔兔兔兔 最近看到一個報導在說 當人資都要念研究所 Why? 我就在思考 念研究所真的有比較厲害嗎? 然後就讓我開始反思 為什麼我當初要念研究所 就希望自己可以轉換跑道 因為我一開始大學是念電子系 但我在大二的時候發現 我自己對電子系一點進去都沒有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開始參加 實習啊、社團 或是外面的活動、比賽等等 甚至去修不同科系的課程 來了解我自己到底對什麼有興趣 以及我未來的質疑 到底要往哪個地方發展 後來發現自己對行銷這一塊比較有興趣 因此我在大四上的時候 推薦企業管理研究所 一開始是念行銷 但是後來因為因緣機會下 我轉到了人資 那時候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轉到人資 其實在研究所兩年的過程中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超級認真在念書 不像我大學真的很在耍飛 因為可能是真的念到自己有興趣的 所以因此我那時候就開始看了很多的書 除了教授指令的教訓書之外 其實很多人都會再去念不同作者出的書 因為這樣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他們解釋同一個事情 其實念研究所的時候很常是 我們要把書看完之後帶來討論 然後教授可能就會說 來大家對這一張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什麼可以提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雖然大家看了同一本書 但是大家經過自己的消化之後 會有不同的想法納進來 因此大家可能在討論個案的時候 互相腦力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這也是我覺得念研究所非常值得的地方 但是其實有些大學就已經開始做這件事了 所以就是看自己有沒有從大學 真的學到你想要的 或是得到你想要的 甚至在寫論文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一開始提出一個假設 但是提出假設之前 你要讀夠多的文獻 去證實你這個假設是有可能成立的 然後之後才會去做實驗 或是問卷調查等等 然後藉由好相關的統計 來證實你這個假設是對的 但是也不一定是對的 可能是你的資料 你的資料收集的不夠多 或是你的資料品質不夠好等等 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你的結果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過程 讓你去了解 原來我要假設一件事情A到B 我是需要經過這麼嚴謹的過程 才可以達到 所以其實我們在思考一件事的時候 你不能只是就覺得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樣 但其實你講的背景 後面的邏輯是什麼 或是有什麼理論可以支持著你 這都去思考的 除了學到以上剛剛那個阿里阿渣之外 其實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也因為碩士畢業 讓我比較好找工作 而且心也不錯 但是要大家念研究所是有動機跟目標的 不要為了念而念 例如你可能是想要轉換跑道 或是你工作之後發現你的所學不太夠 支持你現在的工作 或是想要對該領域有更深的知識的探討 甚至可能念到博士都有可能 畢竟兩年的研究所的時間 真的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還要花錢要花時間 當然也要對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邁進 再念研究所 不然真的會很痛苦 有仔細寫論文那一段 但非常現實 你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強調是第一份工作 因為你之前都還沒有相關的實戰經驗 也就是你的工作經驗 所以因此大家在看履歷的時候 一定會先看到你的學歷 畢竟學歷通常都是擺第一個嘛 然後再來可能是你的社團經驗 實習經驗 或是你相關的比賽經驗 當然下面的這些東西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這整份履歷就是代表 你在HR的心目中的第一個印象 HR還沒有看到你之前 他也只能從這份履歷去認識你 有時候我們在104上面會看到一些條件 有可能是你要碩士畢業啊 或是你的英文要多少分以上 你才帶來投遞我們的履歷 但是我覺得那都只是參考 你覺得你對這個職學有興趣 你就投下去 雖然你的學歷沒有到 但是你相關的經驗非常合適這個職學 那麼HR也會把你找來面試 而且除了104的投遞履歷管道之外 也有非常多的招募管道 也就是跟企業接觸的方法 不管是校園偵才啊 產學合作、實習 這些方法 都是讓你可以在企業曝光 以及更認識企業 或是讓企業更認識你的機會 真的要好好把握 畢竟你除了履歷之外 你其他的表現 其實都是會在我們的眼裡的 跟大家講一個小小的秘密 之前其實我們不管是產學合作啊 或是我們在企業裡面辦的講座 我們這些名單通常會留下來 並且我們在當天就會觀察 你跟我們的互動 哪些地方是覺得 這個同學蠻適合哪些職學的 我們就會思考 甚至記下來這些名字 那你之後假如真的有投遞這個職學的話 我們就會讓你備註說 這個同學之前有參加什麼活動 我們覺得蠻推薦的 那你就會被加分了 所以大家在參加任何跟企業有關的活動的時候 都要記得好好抓住 跟HRE或是當天的主管互動的機會 讓你在他心目中留下比較好的影響 而且你在念大學或研究所的時候 你一定有很多學長姐 他已經在業界可能已經在開始工作了 那麼你一定要好好利用業界的資源 就是跟學長姐說 欸學長姐我最近在找工作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缺的 當然是要比較好的學長姐啦 那你的跟他的關係也要夠好 這樣學長姐才會幫助你推薦你 讓你比較有可能 可以進入下一關到面試階段 我覺得學歷其實在履歷這一關非常的重要 但是到了面試這一關 主要看的就是你回答問題的想法 以及你的知識 夠不夠 含金量夠不夠高了 讓主管覺得 哇 你講的東西是能讓我說服的 甚至是我平常沒有看過的觀點 你讓我得到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麼主管就會因此而HIRE你 那時候他就不會覺得 喔 你是學士畢業啊 還是你是書士畢業 那時候都不重要了 最後呼籲大家 其實真的不一定要念研究所 除非你有目標 或是你真的有想學的東西 你再去念 這樣你念的不會痛苦 而且你又可以比較有熱情的去學習 畢竟人生只有一次 好好把握我們的時光 以及我們想做的事情 衝 就對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喜歡 分享 並且訂閱我喔 HIRE看時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實我覺得我念研究所的時候 比我念大學的時候還要快樂 因為我做了我想要做的事 我學了我想要學的東西 所以大家在大學的時候 覺得自己學的不夠的話 念研究所真的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夠美 好 熟悉 Sat 嘛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